抽獎 來 五六五七兩隻 那邊雞把我抓過來 謝謝 上一次是朋友分給我的 我這次沒有搶到 然後我想說來看看有沒有後補的 他有來我們就買 對 只要能搶到我們都買 閉眼上會難搶 總共四隻了 你先拿一隻 等一下再抓你三隻 這邊抓等一下 基隆的朋友太熱情了 一開團一分鐘就定完了 烤雞王鎮靜仁來去一陣風的快閃行程 通常都是這樣在不起眼的地方 開始的 三台貨車開進基隆東明路的山腳停車場空地 東北氣風即將報導的週三下午 怎麼看都不是適合做生意的時間地點 但鄭敬仁這團一共十二人 從雲林縣林內鄉三小時飛奔 兩百六十六公里 要來熱烘眾人眼中的大熱奇蹟 最遠跑到花蓮 我們全省幾乎都跑過了 人稱大人哥的鄭敬仁 烤雞很拿手 更有生意頭腦 首創開團 預購賣雞模式 引發不少同行跟進 但名氣最響亮 號召力最大的 還是走在前面的先行者 三十個大烤爐以及食材 快速下車就定位 今天七百二十隻雞 得要分成兩輪進爐 預計三小時收工快閃 一點都不能耽擱 很像在打仗 大家很迅速 很到位 不能延遲到 不然等一下客人可能就會擠太多 雞之掛爐接著生火加炭 三十個烤爐圍繞 工作區域熱力十足 冬天比較還好 夏天是真的比較熱 就是要看它 因為我們要一直開蓋 看它雞的那個表皮的 顏色 顏色怎麼樣 來決定那個溫度 所以溫度是不一定的 剛開始就是用高溫 因為雞本身剛下去 皮膚還有水分 趕快把它收乾就對了 不能超過兩百一 不能超過 因為兩百一 那個就會開始燙化 頂端的開口可以控制進氣量 藉此掌控火候和爐內溫度 利用對流熱度 將雞汁燜燒熟成 工作夥伴一人負責三爐 得要隨時看顧 才不會換樓變成火燒雞 反應要夠快 就可能你在忙別的 然後這一路的溫度 可能洞沒有蓋好 然後溫度一直跑上來 一下子就焦掉了 大仁哥烤雞爐火純青 皮脆肉嫩之多不稀奇 還多了甘蔗熏香 最讓韜客們順子回味 不像蔗糖 蔗糖雖然也是甘蔗做出來 可是它是經過加工的 味道就不一樣 像現在我要下剛這 我這溫度要拉起來 沒有店面 靠著網路接單 擠台大貨車 全台各縣市開團快閃 線上口碑相傳 累積死忠粉絲不少 只要有空地的地方 都可以是正進人的黃金店面 人家做生意 得望春風等客人 他卻有本事讓客人等 給他們所有出爐的時間 然後請他們那個時間再來就好 不用說要去排隊 要去那邊等很久 等客人一定是雞放在那邊 放你要放多久 我們沒辦法掌握 對啊 所以品質就一定有好有壞 我同時都叫雞姐 把電珠省下來 有可能你帶黃金地段 一個月的電珠要十幾萬 那它可能吃掉你大部分的 一些利潤 產品有品質 有獨家特色 加上售價比別人低 正進人每次在臉書上開團 預定名額幾乎都是秒殺 比當紅歌手的演唱會門票 還難搶 天馬行空的創意加上實踐能力 讓窮鄉僻壤出身的曾卡因納 土雞變鳳凰 帶著太太和工作夥伴們 在臺幣地圖上展翅 他比較沒有受到教科書上的限制吧 我覺得反而是這樣 因為即使我大學畢業 可是我可能也沒有像他 會去想到這些東西 那你先加我們的臉書 然後我們來之前都會先公告 OK OK 謝謝 目前排第六位 接近預定的出爐時間 要取貨的買家和文鄉下馬的過路客 已經蜂擁而上 敲手盼望 烤雞一出爐 立刻裝和出貨 滿足雞腸露露的渴望 皮脆肉多汁 吃起來肉有甘甜味 很好吃 我在等第二爐還有一隻 已經有一隻了 對 不夠吃啊 家人不夠吃 我們兩個人就可以吃掉一隻 每個人都想吃啊 不是只有我 我是經過的 文鄉下馬的 他說訂完了啊 4748兩隻 謝謝 來 幾號 67號等一下喔 油跟一些內臟的東西 因為內臟本身就比較 會帶有腥味 油太多也不行啊 像他屁股都會有那個 兩塊油都要拿掉 每個人都想吃的烤雞 在全台灣登場前 準備工作不可少 鄭靖人選雞很挑剔 黑魚土雞 女性 體重兩斤半到三斤 體型濃鮮合度 才能入選他的賺錢雞隊 抹上鹽巴和獨家調製中藥粉料 冷藏醃製兩天入味 以前養是養好玩的 肉就會燒來烤來吃這樣 分享給朋友啦 聽到人家說好吃 自己就會有一種 很開心的感覺 原本街霞父親 為在林內鄉的 傳統食品加工廠 做豆豉醃製 鹹霞時利用空地養雞 業餘烤雞烤出興趣 受到朋友鼓勵 正近人才開始有發展 副業的念頭 開始對 自己家裡門口賣 然後就沒客人賣鄰居了 先問鄰居要不要買 要之後我們鄰居要幾隻 我們就烤幾隻這樣 對 跟現在的網路模式 是類似的 一樣的概念 平常你要吃咖啡 一定要去山上 還是不然就觀光地區嘛 比較吃得到 就是想說 我乾脆把這個東西搬到市區好了 想要在市區賣烤雞 但又沒有適合的店面 大人哥腦驚動得快 覺得先找訂單 在烤雞出貨的鄰居商業模式 結合網路時代常見的糾團購買 應該是一條可行的路 極致機型有實驗精神 剛開始到處找閒置空地 買可拆卸式烤爐 小發台車成立粉絲頁 和老婆兩個人利用周末出發賣烤雞 我的腦袋無時無刻 都在想一些新的想法 可以做什麼 我想要做什麼 我就不太會去考慮很久 才去做 想辦法做 快神烤雞做出名聲 自己養的雞來不及賣 鄭靖人找上電宅廠買雞 指定要健康土雞加入雞隊 為在台南鄉下的養殖場 開放式機社 有前庭後院外加運動場 吃好住好 黑魚土雞身形飽滿 雨色光澤 雞貫挺立 每一隻都是健康寶寶 比較不用吃雞 他剛才拍就是說 他沒有行中就我們肚子有睡 拍頭一點 比較不鑑 我們如果太陰冷 太濺了 比較會鑑 如果有處去找的時候 他雞肉比較結實 他的雞肉比較好吃 黑魚土雞 好動活潑 不安於事 野出強韌健康 而其實鄭靖人本身也是 野性土雞一枚 國中畢業後 無心客業 血氣方剛 打架吸毒混幫派 走上其路 成為親友眼中的頭痛人物 一身刺青是叛逆青春 留下的印記 人生毫無方向 對 就像一般的叛逆少女 一樣的想法這樣而已 算龍流流流 因為我爸也對我們很好 就比如說 要個零用錢就會給我們 然後酒下來就是 就一貫這樣的模式 沒有錢就會 沒有錢就會給我們錢 所以就不會有那種壓力 賺錢的壓力 要跌過撞過 才摸索出自己的路子 鄭靖人後來到台北 跟著姐姐做美髮業 才讓最疼愛他的父親 稍微鬆一口氣 很偉大的爸爸 從小到大沒有罵過我 十年前鄭靖人回到老家照顧老人家 也接下豆豉醃製工作 父親過世之前 最放心不下的 還是以後沒在身旁督促 一度迷失的小兒子 會不會又走上回頭路 所以現在就很想要做給他看 很努力的在工作 沒關係我媽知道 鄰居也知道 後來烤雞副業做出成績 鄭靖人放掉逐漸沒落的豆豉醃製 專心發展烤雞生意 曾經一起龍流蘭的同學玩伴 看他做得有聲有色 也決心一起打拼出一番事業 加盟夥伴超過十人以上 形成全台灣最大的快閃機隊 任何小東西他也要把它做到最好的 當然就是要跟他看齊 以他為目標 事業有成 大人哥經常到育幼院 愛心一考回饋社會 也願意伸出手拉一把 幫助曾經跟他一樣走岔的回頭浪子 鄭靖人還發展出低基金產品 一樣是黑魚土雞 六支一鍋 十五小時悶出醇厚鮮潤的營養聖品 一開始不是在賣 但是爸爸身體不好 然後教你有養一些雞 然後我就自己去買了一個煉鍋回來 就做 就上午操 剛剛滴滴怎麼做 他就自己做出來給爸爸喝這樣 他就喝了一段時間 就的確精神有比較好 替鄭靖人操心的 除了父親還有太太 會演新英雄 看重大人哥的認真 而甘願一路相隨 負責臉書文案和行銷 現場收錢找鈴發號碼牌 最後交貨 是大人哥的最佳幫手 原本在房仲業工作 大人嫂為了協助先生創業 嫁機隨機 樂當機潔 他很喜歡自我挑戰 以前會 以前我會覺得壓力很大 他一天考五百隻 他就想要挑戰八百隻 八百隻 他就想要挑戰一千隻 百一號到十號 我老婆 對 這樣是有他這樣一路陪我 一直到現在 非常謝謝老婆 對啊 感謝太太看重 感謝太太看重 感謝老爸的疼愛 大人哥要用加倍的努力 回報愛給他的力量 也想以自身的例子 鼓勵人在茫然徬徨 尋找方向的人 只要自己不放棄 希望永遠都在 就嘗試找出自己的興趣 看能不能把那個興趣 變成工作 你不努力也沒有人會幫你 人生路上曾經搞得雞飛狗跳 大人哥走過其路 及時修正 靠著雙手成為快閃烤雞王 創造的滋味不是奇蹟 真是奇蹟 我是人人好 就是大家跟我聊天 我就會跟他聊 他弟弟是比較安靜的一個個性 大中午的西港市場人群樓空 仿若梵田附地的戰場 煙銷燒喜 胡凱君兄弟倆一上鉤 雖然也喝著安安靜靜 但手裡叼起的叉燒烤雞 卻灿力道 讓人雙眼直勾勾的 怎麼也一不去 這個雞肉的話一次可以穿太陽四肢 然後把它穿上成金黃色 然後一次大約一分半鐘 生雞肉才會慢慢的入味 燕開上一批烤得飽滿椒燕等著出爐 弟弟胡凱棠一手一雙放山雞四肢旗下 滾湯裡任由桿草八角陳皮輪番洗禮 一分半鐘光陰分毫不差 出獄後就是直送筒爐逼得油脂淋漓 我阿公本來是在農會上班 然後農會他想說這個農會是死薪水 就是固定的薪水 那要養活那麼多小孩其實不容易 然後就想說那自己去看別人怎麼做 那去怎麼研發出這些烤雞跟油雞 農莊裡的油雞烤雞已賣45年 阿公的好手藝不僅一口氣養活 當年兩代八個兒女 好生意還帶動小小早市 一連四坦就轉躲油雞 那要煮熟的話它是像白色的雞而已 比較沒有味道 然後我們就下去燜 燜到25分鐘 把那個醬汁慢慢地吸收到裡面 有別於烤雞泡的是滾湯滷汁 油雞清水汆燙 為了不少肉質 下一帖處方 羅漢果桂子青蔥就用滿冷靜 熱熱的皮是不會脆 冷的話它皮才會有那種精華 放著一層這樣 然後油雞是本身它是吃冰冰涼涼的 你就放越冰會越好吃 古早傳統市場難得又鮮肉注入活力 對比周冰林攤全是熟婆阿姨 兩個七八年級兄弟 一道顯得稀罕奇異 年紀輕輕卻不佔戀 都會繁華 偏偏躲進早市攤裡做烤雞 那時候其實回來很不習慣 因為其實那時候上班時間都是 就是早午餐都大概九點才上班 五點就下班了 那其實五點之後都是自己的時間 就可以去看電影幹嘛離一扣扣等 可是剛好是做到三年多有一個厭倦期 那就決然就是提離子 三年了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一千多個日子其實也足以改變一個世界 因為就是覺得越來越少朋友 就是說好朋友都拿幾個 因為越來越少朋友 因為有些人的生活圈就是週休二日 那你的生活圈就是禮拜一平常日 不然就是年節之後休個兩三天 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最大差別或許還不在於週休哪天 胡凱群回來的 看似是從小再熟悉不過的蔡奇啊 然而二十年過去了 大男孩的眼界思維 其實跟老市場的脈動不同步了 也不同掉 六點就來買了 因為有的要上班 對 怕早上有時候要拜拜 有的要上班 他們早一點買一買 要去回去做準備 回來他是在這邊賣一賣說 下午在家沒事做嘛 他說他們只是想去創業 我說好 我想說那我是不是要跟一些 網美的果汁店一樣 或是怎樣 包裝就是要很漂亮 這是我今天看見晶晶的 提回家的就是 媽 我去哪裡買雞肉 那我提回家很漂亮 包裝很漂亮 然後又加上年輕人喜歡 這種包裝 現在其實這種社會就是 好吃很重要定義就對了 可是包裝上面 你自己也要很講究 對 大家願意要跟你分享 會幫你打卡 就是因為看你的包裝 村落人家外外用的三雙 到底為何要搞包裝噱頭 顯然爸媽不懂 想當然二 被打回票是必然的 他記得那時候跟我說 不需要我用一個那種紙盤 一兩塊的就好了 不需要用到成本那麼高 可以微波可以幹嘛之類的 久而久之一次兩次 客人那時候剛開家裡店 家裡店就是客人就覺得說 家裡店的包裝跟西港店 怎麼不一樣 我一直說出去賣 搞不好不會很好 不會比在市場高 對 結果相反 對 相反 從傳統早食跨進隔壁莊裡 路程其實不過十分鐘車距 但若不是三年來 兄弟倆用減氣式的銷量交出穩定 又豈能通過過 姑來人爸媽屢次的旨意 他會比較衝一點 然後爸媽可能會 一開始比較保守 從一直以來工作到現在 其實好勝心一直很重很重 所以你會想要 一天做五十隻 你會想要做五十五隻 五十六隻 試試看 對 我好勝心一直以來 都是很嚴重的 相較格格的糾結壓力 身旁自顧自切切剁剁的弟弟 雖然走失不渝 但兄弟倆卻只要是有骨 讓人摸不透的默契 你覺得你的優點是怎樣 他肯做啊 越勞越來越 對 比較不會反抗 對 他就是不會說 我不要做天啊 只是他就是會撞著 沒有 沒有 哥哥 可是哥哥沒有餵 沒有 我也沒有什麼餵 來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客群很重要 我覺得西港他們都是 大姐 大哥居多 可是這邊的客群其實 有那種年輕人 或是比較 就是不會去找市的 都來黃湖市場購買的 那種人 就是口耳相傳 就吃到就覺得很好吃 就是肉是很軟的 然後就是你不 他還有其他的那個醬油啊 然後胡椒 其實都不太需要加 就是單吃肉就很有味道了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比較喜歡這個 烤雞 烤雞 為什麼 因為吃起來 順順的 鹹鹹的 吃起來 油膩感不會很重 然後它的肉也是 入口即化 真的喔 不會就是咬很久那種感覺 油肌的味道 很多坊間的油肌都會有一種 做過菜刀的那種 超扯超扯的味道 它的骨味感覺就是很 很衛生很乾淨 定位對了 想抓緊客人味帶就不難 烤凱君更勝一籌的 是把初二十六大家吃膩的 豬肌與肉變得可口 從三生變三寶 在十點飢餓行銷摻在裡頭 要有一種讓人家限定限量的買 那你今天才會想要 喔 我今天要先預訂 我才買得到 或是假日我要先預訂 才買得到 大馬路旁車水馬龍 客人驅車位的是一盒柔嫩爽口 下一台也許為滋味鹹濃而來 胡凱君隨總說生意的好壞帶點機韻 卻又從話裡透露 其實幸運並非偶然 做生意本來就是 誰敢保證說 今天一定會賺大錢還是怎樣 這就是要靠糖酒去累積下來的 因為就像我們這邊有一些大姐 她平常也很少跟我買雞肉 那她每次來跟我們講說 我有羊狗狗 那可以給我五六隻雞頭嗎 因為你看她 感覺就是家境沒有到很好 可是她兩百多塊 也許她久久跟你買一次 你不見得今天會跟我買 那也許你下次會跟 會來找我買 原來阿公的家傳烤雞 不僅僅光彩歸零 精力皮下整整練藏的 是世世代代的忍為溫情 都有菜單了嗎 文道您好 像晚市區水泥叢林環抱的三合院老宅 客人如預定報到的時間 紛紛歸來 有陰仰慕必比登聖名而來 也有純粹貪靈一桌風雁相色來的 不過更多的是 早已吃慣了這一席 像回到長輩的大宅院裡 扶手拘束的家宴台菜 必須的 對 然後讓孩子們感受一下這種懷舊的氣氛 我是很沒人來的 但是現在生理是好客 我是很沒人 來的怕無味 吃到台灣味 大家來嗎 真的大家來嗎 一波一波 一三五 它是屬於比較傳統的古早味 這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其實在之前的時候 就有一定的課原料 對 然後在何必比登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 該說受寵若情 有點驚慌失措這樣子 一連入榜三年 驚喜之所以成了驚慌 不外乎是成了名 更擔心大家用放大驚來檢視 兒子何成哲自我要求高 哪怕平日接待熟客 都戰戰兢兢 而何金定儘管到了 退休年齡 一律不堪負荷 也無人可接替 柴燒湯阿雞 還是每天限量限定 每進黃昏 就任分的取柴升起火來 我曾經用過瓦斯烤 瓦斯烤都沒有香味 又不好吃 根本都很無味 所以就拍起來 要用木頭烤才會好吃 才會香 這很香 這很香 這差很多 烤雞尋老台菜講究的精魂 慢火燻烤 後廚房裡脆皮豬腳 燜鴨燒雞 道道也都得耗下出菜前的 細活慢工 光是豬腳醬醃 首先就得花上一個禮拜 若講究素成大可重調味 時間短輕鬆簡單 但換來的卻是一番兩瞪眼 皮衣死鮮 里程更是無知無味 豬腳你要醃到它很入味 其實只要用時間 因為它是要讓味道吃進去 因為我們味道不是放很重 用滷的最少要滷兩個小時 豬腳才會軟爛 味道才會跑進去 我們是用調味料去醃 所以要慢慢讓它滲 所以要用時間 蒸炊沾粉再下油鍋 師傅陳俊智在台春菜歷練的歲月 起碼三十年 從豬腳起鍋的梳口 論炸工 自然無需再備唇舌 完美的在魚肉汁裡散放的 清鮮甜心 涮嘴讓人止不住 另外麻油燜鴨 煙香薑母焦醬熟煮 大鍋燜爐兩個鐘頭 陳俊智則改以先蒸帶爐 再蒸兩個小時 蒸氣因為它有壓力 會把鴨肉把它逼到它軟嫩 這樣鴨肉吃起來才會順口 鴨肉蒸到軟爛絲滑 皮下一鮮集散 鎖著醬汁口口都下飯 而說到台菜的永恆經典不待機 技法繁複 儘管宅院的菜單上也賣 八蒸燒雞卻運勸了老齡 還點附味蕾 辛香料過油提掉香氣 全雞不去骨下鍋油炸 卻要塞進芋頭栗子提筋 香菇等八樣食材 過油是因為雞皮很容易就破 你用水煮的很容易破 所以過油是要讓它雞皮 變成比較韌一點 讓它有一點韌性比較不會破 新舊台菜的界線在古早味餐館裡 總難以拉出鮮明的平衡線 也許宗旨就在手法可以創新滋味 卻不得背離 好比片下的金木爐 卷進花枝江蝦人末 豬炸做拌紅燒 常年來也常出現在酒席或半折菜裡 氣氛東西都好吃 第一次來以後都會常來的 覺得滿有味道的 比較不會像有一些台菜的餐廳 做個樣子 烤雞應該跟那個蓋飯比較特別 還有那個豬腳這三個 我都很難定位說哪一個是第一名 現在在台中市裡面已經沒有這種 可以休閒的地方 好像回到家的感覺 其實二十年前 何金定也和這些客人們一樣 喜歡這份回老家的感覺 那時自己原本是紙氣場的老闆 對餐飲也一竅不通 但當年近四十的他 總秀出了西洋產業無法到老的氛圍 又因為二十年前開始流行 吐雞城古早味 所以說服了老家長輩 就在組錯三合院前 烤起湯仔雞 之後那個紙氣工廠 都已經算是比較西洋工業了 比較不會有什麼發展的 再繼續 那時候三十幾歲 如果繼續熬在那邊 可能沒有什麼前途還是什麼 比較沒有那裡 那是高月四十吃不飽的 那時候流行很多烤雞 湯仔雞 什麼鋼管雞 什麼雞 現在那個湯仔雞幾乎都沒有了 都改成鋼仔雞 不一樣 燒柴火烤土雞的庭園若大 鞍魚奏雨襲來 吃飯的雅枝恐怕都要被攪洗了 何金定在門前打起喜驗帳 倒也像是天天在扮桌 而帳篷收起 小時候的回憶是孩子們玩橡皮筋 打陀螺的嬉鬧光景 當然稻船在秋收時分 得幫著曬一道煙蘿蔔鴨鹹菜 工作排山倒海 一樣一樣都是躲不掉的 我那時候 小孩的時候在這裡玩 有時候就 慢慢跌倒過 哭到我 這邊還要公十幾針過 對 因為這個都有門砍 你不修進口 廣場上的一幕幕 酸的苦的甜的都有 何金定從湯阿雞快炒慢慢做起 一座也十年好幾 後來兒子從澳洲工作回台 與菜色魚經營都注入了心意 失去了一杯大樓緩緩包圍的老三合院 於是成了信心亮點 對 在五代之前 這邊已經有105年的歷史嘛 對不對 那其實在那時候 我們就像是一個傳承 就像是傳承下來這樣 時間到了就換我們了這樣子 跟爸爸的溝通上面 需要磨合嗎 爸爸的工作需要我們多少少吧 因為他還 有的時候他還在 對老舊的觀念 對於現代 比較沒有什麼了解 他比較少出去吃東西 對 他比較常就是說 在家裡料理這樣子 夜裡古三合院 不論在宅內房間 用貨庭園成錢 大圓桌錢 除了何家老少 尤其少不了結伴成群的年輕面口 所謂老舊觀念磨合成功的結果 也許就是這番模樣吧 既留下忠實顧客的腳步 也迎來後骨尋憂的下一代了 長一八的啦 那一日進來而已就說 這家怎麼夠的都一樣 你問說這多少年 我們家也這樣 我們家也這樣 問也這樣 什麼都一樣 他很新奇很好奇 很高興 好像回到他家在吃飯 那樣一樣的意思就對了 你知道嗎 我不會再吃飯那種味道 那種味道 那種的 坐的有時候都坐很久 要坐很久 因為有回味到他以前 然後就彈起來了 偷偷複複複複複 要把他們帶來的兒子孫 先做個當課子 從前老錯因大家族而宣騰 現在不分咒禮夜裡 被公交錯更是天天都像喜慶宴席 這是何金錠前所未料的 卻是賓主們都樂見的 假日六日的話就七點半 很早 一定要 週六一早 屏東加東鄉 往墾丁方向台一線上 炊煙鳥鳥 樹峰中陽光灑落 也映射出靜電抽風機 不斷噴出的誘人應韻 皮膚不用錢 我只見過這裡 只看到你們這地方的腰 來到這裡皮就越腰 免費皮膚大方送 要誘惑過路客溫香下車 烤雞店老闆林洪志和老闆娘林素貞 每個週末生意天都得早起趕雞上架 第一批三十隻濃鮮核肚 一身白溪要轉成骨銅色澤 雲頭轉向要九十分鐘 三斤的雞的那個肉 烤起來剛剛好不會太大隻 也不會太小隻 要給牙齦比較有油脂 煎起來比較好吃 它煎起來也比較多汁 也覺得它缺少油脂 怕烤起來會太乾 當天凌晨現載的溫體母雞 肥美油脂經過熱力考驗 像是流汗一樣滴在木炭上 氣化成迷魂香 讓人口水不斷分泌 味蕾細胞蠢蠢欲動 林洪志和林素貞寸步不離 萬一母雞營火自焚 得立刻變身打火隊 讓燃燒的激情稍微冷卻下來 它的油脂滴下來 經過我們木炭 溫度高的話 它就會散燃 你沒有注意的 整個雞也有火燒雞 大六個四個 在夏天真的一般人沒辦法承受 這種街雞串燒的開放式烤法 有個幽默的名字 鋼管雞 不同於常見的翁瑤雞 利用封閉式的高溫烤爐 迅速加熱熟成 鋼管雞的溫度較低 耗費時間較長 但保留了更多肉汁在裡頭 尺寸也不容易縮水 好的滋味需要用時間換取 也考驗火候技術 雞剛上架的時候 因為要讓它著色 顏色要讓它出來 所以一定要在高的溫度 轉速也是因為 剛開始的時候速度要慢 它才能夠著色 然後著色好了的話 溫度越來越高的話 我們速度要越轉越快 不然的話雞會著火 不到十點已經有熟客上門 要搶得先雞 滿足內心的雞動慾望 每次經過這邊都會過來 下來這邊吃 然後他們是比較經常來 他老公經常都會打包回去 嫩 而且多汁又有木頭的香味 所以好吃才會常來吃 讓客人一早就迫不及待品嘗 林洪志的雞裡有玄機 麻油 蒜頭 薑片 爆香 和屏東鄉野到處可以採到的 加冬葉一起熬煮24小時 煮出精華將雞汁浸泡其中 據說有活血補氣 強筋絲勝的食補功能 咖啡飯的 紅骨的 它還算在刷牙裡面 它有心開始刷牙裡面 下去用 大人在吃過尾 開尾 減尾 我們孩子吃 可以讓孩子當大人當骨 最好的東西 等到雞汁要趕烤之前 再把蒜頭加冬葉塞好塞滿 肚子有料的鋼管雞 功夫內力不簡單 在台一線上雕註新台幣 讓許多饕客現場大快朵頤 新滿意足後再包雞離開 有吃又有餘 我們總共買四五隻 我才吃飽又買四五隻 買回來 大家朋友說好吃 我不能吃 現在顧烤雞打火很厲害 林洪志原本就是打火專家 消防設備公司老闆一做二十五年 賺錢就像點火一樣容易 但六年前發現生意越來越難做 當機力斷決定收掉公司 從這個領域退休 競爭的人越多嘛 價格就越來越不好嘛 這個消價競爭嘛 賠錢也要做啊 這樣下來乾脆就結束掉 和太太討論退休想法時 愛吃烤雞的林洪志突然想到 乾脆來賣烤雞試試看 於是他們拜託 在台南賣烤雞的朋友教學 先由林素貞上場試水溫做做看 有時候我顧顧就我燒雞了 火燒雞怎麼辦 火燒雞就不能賣啦 就要打掉啦 皮會黑嘛 我們把皮怕掉 吃裡面的肉我們就自己吃 鋼管機有特色 加上未在往墾丁的交通必經之地 沒多久就打響名號 中年老闆夫妻倆 有計畫有行動 成功化危機為轉機 在事業結束後找到新的開始 鋼管機在地的一個野菜 吃它的梗 比蘆筍還嫩 檳榔花就是檳榔含苞的那個花 把它採下來 脆脆的 整個檳榔圓很多 我原本是請人來 請那個中博大來煮 煮一粘之後我就都要把它烤 烤的後 它沒有做我就接下來 它人生就是隨席嘛 活到老 隨到老 扶著烤雞有粉絲 林洪志的廚藝也有兩把刷子 它善用外地少見的在地食材 創造菜單特色 許多過路客 一吃成回頭客 常常上門嘗鮮 他在追我的時候就很會煮 真的假的 他辦一桌請我才給他勾上 說得到做得到的人 他對事業家庭都很照顧 這一年來墾丁旅遊吹起寒風 林洪志的過路客生意也受到影響 還好靠著熟客捧場 加上宅配訂單 在景氣冷凍中 依舊維持爐火熱度 口碑做得不錯 大家能夠口耳相傳 那是最好的 努力打拼再隨遇而安 林洪志和林宿貞珍珍惜機會 做好每個當下的工作 逆境中找希望 有料不怕 有漢考驗 來幫你們上機喔 謝謝 幫你們撥好不好 好 謝謝 its 這家比較好吃 因為他們肉很嫩 皮很脆 還想再吃又一次 我應該要吃兩隻 我現在還要外帶 還要外帶喔 她算再十隻喔 來 切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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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們特別注意的是說 它的皮還是一樣亮 還是一樣脆 然後你看 這是雞心肉 最乾的 最難吃的 它跟蒸 還這樣沾沾 直接雞心肉 先說就是皮要脆 裡面要麵 要沾 你們聽我聽說嗎 不是休假日 專程上關子嶺吃茶壺雞的顧客 還是擠滿了小餐館 專程來這裡吃茶壺雞而已 對 就是不可以泡茶而已 幾個大茶壺 木柴全下 火力全開 但是一個壺就靠一隻雞 還真的急死人 幸好來訪的老客人都知道 好味道得慢慢等 更何況老闆老闆娘就兩人四隻手 再怎麼摧桿 繁複的工序 卻一樣都不能減少 我們烤雞是採用我們大概養 大概16週的黑羽毛土雞 因為它這個肉質剛好適合抓來烤雞 它的肉質的Q度跟軟度剛好適中 雞的話其實我們吃了很多種 像一般市面上賣的煙雞肉 黃羽毛土雞 白羽毛土雞 那其實那些肉吃起來的話 會比較偏軟 烤完的話偏軟 不然就是偏柴 對 那像這種肉的話 你看其實它的烤起來的話 軟硬是適中的 為什麼會研發茶壺 其實陶瓷它還有它的功能 因為它聚熱性高 聚熱性高的話 所以原則上一般的 用載雞的烤法 大概要一個小時才會熟 那我們用茶壺的話 因為我們器具不一樣 所以我們大概一隻雞 大概使用45分就會熟 讓它越短時間內熟的話 它裡面的肉質 就會保存得更多 說其用茶壺來烤雞 起頭是一個玩笑話 第一代老闆愛喝茶 又愛吃烤雞 朋友一個慫恿 竟然激起了他的動志 在一個朋友在泡茶的時候 五一之間就提到 開個玩笑說 不然你就用賣茶壺雞 就拿茶壺來烤雞這樣子 因為它畢竟它是1比1 真的你家裡泡茶的茶壺 一下去放大 它自己畫圖 自己拿去給人家看 然後回來就跟我們講 它已經用好了 那我們說那雞咧 我們要怎麼做 它說我們慢慢試 我們試到我們覺得好吃 所以總共研究了 弓到開店大概兩年吧 因為爸爸他覺得他不做 他與其在那邊想 他不如去做 因為你不去做 你怎麼知道 你會成功還是失敗 失敗也沒有關係 至少我做啦 女兒羅佩山回憶 18年前 當台南關子嶺 還不是烤雞一條街的時候 爸爸就大膽的 在門口擺出茶壺鎮 有別於翁仔雞 童仔雞的 獨特烤法 成功打出名號 結婚以後 佩山和先生有勝 接下了家業 沒想到半夜三更的一場 酒駕道事 把傳家寶茶壺撞碎一地 兩人看了簡直要哭出來 那時候電修修了將近三個月 就是為了要去重新製作這個茶壺 然後因為從爸爸那時候訂做茶壺 到發生那件事情已經隔太久了 不知道也沒有那個老師傅的電話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兩個人就到櫻哥 開始一間一間問 一直問 沒有人認識也沒有人會做 在櫻哥找了三天 當年知乎的老師傅陰性全無 就在絕望之際 貴人出現了 已經完全放棄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車停在那個 櫻哥某間國小的停車場 然後剛好遇到那間國小的校長出來 他問我們有什麼事 我們把我們的狀況告訴他 他問我們哪裡來 我們說我們嘉義來 他說他也是嘉義大靈人 他說嘉義人要幫嘉義人 這個問題他幫我們處理 我們就想說他怎麼會那麼好 我們就想說電話留給他 可是我們沒有抱太大希望 隔天早上到九點 我們都沒有接到電話 其實我們也是放棄了 結果要回來的路上 接到校長的電話 校長說他找到人了 我們真的覺得說 怎麼可能 我們一直跟校長真的是 一直跟他道謝 一直道謝 他真的是我們的貴人 如果沒有他 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 繼續做下去 陌生校長的神救援 讓茶壺姬奇蹟似地 重啟爐造 每每講到嘉義人 要挺嘉義人的 這個同鄉義氣 夫妻倆說 只能更拚 才能回報老天安排的 這段奇緣 從麻豆磚車送來的土雞一道 一家人各就各位 各有任務 有蒜頭 有茶葉 鹽 糖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自己的調配 調的獨家配方 等一下用雞做散溫暖 然後洗澡 對,要按摩 添下去過鹽水 對,把雞的雜質 血水通通通先 高溫殺菌 先洗鍋一滋滋 然後下我們的麥芽水 這是麥芽水 對,麥芽水 然後把它的毛細孔 表皮 毛細孔縮住 然後我們雞烤的時候 雞汁才不會流失出來 然後等一下會做幫雞按摩的部分 讓它的配方均勻地 抹在雞的肚子裡面 從前置到考制 工事真的很長 但只要聽到客人的肯定 疲累似乎算不了什麼 現在最怕的就是疫情 最慘的時候 三個月無人上山 沛山和友盛不敢再等下去 決定主動出擊 駕著烤雞行動車 南北外送 很多熟客跟老客人 他們真的很捧場 因為他知道 我們有開外送的時候 他會幫我們問他們工廠的同事 公司的同事 他們會團購 幫我們真的度過這三個月的疫情 所以疫情過後 很多東西都漲 我們真的不漲 很多客人都說 你們為什麼不漲 因為我要回饋給你們 因為你們也幫我很多 從最初不經意的玩笑話 認真起來 成了嚴謹的家業在經營 這段歷程 有挫敗 有意外 有恩情 更有溫暖 當公路邊的茶壺 興旺的柴湖一起 曼琪的煙氣是一壺好雞 更是一壺好事 如果不是這搖曳的嬌艷 把拉拉山莊點的分彩斑斓 引來了人氣 說這裡是芳草鮮美 若因繽紛的桃花園 應該沒多少人會反對 這個六到八人的 就有雞這些菜 桃116縣巴林道路旁的 休閒農場餐廳 位置絕佳 曾玩蝶翠就在眼前開展 即便是週一上班日 依舊人生喧囂 最大的賣點除了美景 當然少不了美食 來這邊看櫻花 來爬山 而且最主要也是來吃東西 對啊 其實每一樣都很好吃耶 都好吃耶 從台北開車兩小時 翻山越嶺 直上一千兩百公尺不嫌淚 就為了異常舌尖宿苑 馬高鹹豬肉鮮香中 帶著香茅的舒爽清新 農場的無毒雞蛋 配打納刺蔥 新香富裕 山泉水養的尊魚 細嫩鮮美 烤山吃山 餐盤裡全是拉拉山 在地的四季風土 來這邊如果有稀釋 那就不是很怪 當然是要吃我們這邊的特色 而幾乎每桌必點的 就是耀眼金黃的專窯機 身形飽滿帶著一身柴燒熏香 肉質多汁不柴 烤得恰到好處 是老闆娘增千智的招牌引路機 店裡的位置不到二十桌 光是假日至少翻桌五次 烤上百隻不夠賣 四五十吧 我出去的時候 四五十喔 所以我昨天來 你根本沒時間理我 可能沒有辦法 開餐廳超過十年 櫻花季水蜜桃季的週末 後補耗刺動輒五十 老闆娘增千智和家人夥伴們 老神在在 不至於雞飛狗跳 但他們家的雞是真的會 飛天流滑梯 我剛剛也嚇一跳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飛天雞下來 搭乘專屬流龍從天而降 增千智的烤雞吸引遊客目光 飛天雞名號在網路上翱翔 應該是全台唯一 流龍剛懶的另一頭 就是烤雞專窯 和餐廳不相連 相隔三十公尺 還有高低位差 原本的缺點經過創意轉化 變成了餐廳的最大特點 員工就要過馬路 一隻一隻地端下去 下雨的話 邊端邊用來雨傘 然後我有一次 我親自送下去 有一次滑倒下雨的時候 滑倒就劈腿 所以我就想到 水蜜桃可以流龍 雞也可以啊 人就不用搬來搬去 在磚窯邊負責烤雞的胡光明 是農場老闆 泰雅族名雅各 烤雞功夫在拉拉山上 數一數二 銀花祭時 別人要專程上山賞花 他的烤爐正對面 就是一整排 親手栽種的淡雅粉紅 是最奢華的廚房風景 雅各烤放山雞 偏愛大枝老 三到四斤才能入眼 相對的也不容易均勻熟成 溫度拿捏是大學問 鑽窯熱力高達兩百度 一不小心就容易變成火燒鳥 雅各的火候掌握 早已爐火純青 但每一天的每一爐 依舊仔細看顧 戰戰兢兢 因為大隻的雞活動力強 它的肉結實 有一般的變的話 都是用比較小隻的 櫻花劑水蜜桃劑 加上寒暑假 上山看神木的遊客爆量 但雅各堅持 雞汁得要當天煙炮 當天烤 醃料很簡單 馬告 鹽巴 生薑米酒 增添天然風味 大鍋加熱不沸騰 再燜兩小時 是入味關鍵 馬告真的是對人的身體很好 一定要溫 它毛細孔會脹了以後 醃料會入味 也不能太熱 它的油會滲出來 烤起來彩彩的 將近三十年前 從山下回到部落 接續父親的水蜜桃果園 兼坐民宿時 住客建議雅各 在山上開餐廳 供應遊客 前線前總統馬英九的 專屬廚師 上山教他煙雞的撇步 讓雅各在附近十家 左右的烤雞餐廳中 生意獨領風騷 我很想要跟他聯絡 都聯絡不到 希望有空可以再來上山 請他好好地招待他 曾謙智現在是餐廳的附近牛 當雅各還在山下打拚的時候 就是他的鞋內柱 讓他能夠在全台灣跑大車 無後顧之憂 從兩百五降到兩百 兩百到一百多的話 我們本來就有貸款 那你怎麼 沒有辦法 那是雅各貸款數百萬 買連結車 專跑鋼鐵廠在鋼筋 但沒想到做了幾年 景氣差需求低 運費不增反降 姐姐敗退 最後入不敷出 房貸車貸繳完 生活費幾乎沒有 男孩子嘛 比較愛面子 要應稱啊 接到電話 我都會怕 我都會心臟會 這樣子瘦一下 以前啊 人家要在啊 生活要走投無路時 老爸爸一通關心的電話響起 親情的呼喚 讓雅各下定決心 回到原鄉山上 種水蜜桃 有時候半夜 甚至半夜要去看水啊 所以又要送那個 山葵出去 它就是那樣子 能力下降啊 就生一場大病啊 身為果農 念花惹草是專門科 二十年前在路邊山坡 種的櫻花 如今未然成林 意外成為觀光景點 雅各回鄉扎根 種水蜜桃經常豐收 搭著週休二日之後的休閒風氣 做民宿開餐廳 都有好成績 他慶幸山上的年輕一代 不用像他年輕時 一心嚮往都市跑 在原鄉就能安居樂業 其實你在山上 你好好的利用 好好的計畫 應該是不錯的 你也要認真啊 你也要做啊 雖然有這個條件 你不做也不行 現在女兒和孫子 負責內場廚房 三代同堂一起工作 是一家人珍惜的忙碌幸福 碰到事情 並不見得是一個壞事啊 真的啊 碰到事情就是要讓你 學習的動力啊 對啊 他們期許未來 就算遭逢低谷 能繼續像過去一樣 不虧心喪志 檢視自己所擁有的 保持努力不懈 將劣勢轉化成優勢 就像克服空間限制的流龍機 能飛天 能贏得讚嘆 看不到也找不到 臭豆腐的臭旁迷 只從鼻腔 卻讓人聞得到找不到 主廚陳國威的創意 無影無蹤 又讓人印象深刻 把它黏碎 然後讓它看不到 臭豆腐的自己的樣子 可是卻吃得到臭豆腐的香味 這是這道菜的精華 而這道豆角茄子 平凡的元素 經由達人的手底細法 立刻成為不簡單的時間享受 在鍋子最炙熱的地方 用那個燒鍋子的技巧 然後把那個焦香味 給整個逼出來 能把平凡的菜 做出我們最鮮甜 然後最原始的口感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成功的一道菜 很值得耶 而且它很隱密 然後還這麼多人 很扯 楊明山的隱密山凹 除了衛星大耳朵 充當台灣耳目 還有個角落 吸引韜客和登山客 專程來嘗鮮 土雞城不土 在陳國威的設計下 端出的菜色 平凡中有新意 而土雞城少不了的 當然還有讓味蕾文雞起舞的 招牌土雞 無論是北拔拔又迷迷的 油潤白斬雞 映射耀眼金黃的脆皮雞 或是洋溢誘人熏香的茶香熏雞 都是每桌必點的豐盛主角 大家都說讚 吃到老人家還買到回去 還買到回去吃 還買到回去吃 說要吃顏色 以前還在山上吃過雞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吃這麼多間 這間的土雞比較好吃 能讓行家稱讚的 絕對不是一般 漁木混豬的防土雞 黃魚土雞如腳包換真土雞 肉質細嫩 油潤清香 不輸黑羽 但體質強健 抗病力更勝一籌 從養殖場買入後 還得上山放牧六到十二週 這個環境非常好 一直太陽去照曬它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生病 身上的一些不好的 殘餘的激素還是什麼 它都會代謝掉 那你在吃起來 其實就沒有什麼 任何一些 什麼人家說的激烈味 陽明山空氣清新 環境無污染 開放空間 盡情追趕跑跳碰 是天然健身房 雞隻吃好住好 調理好體質 每頂雞罐都紅潤挺立 健康眼見為平 活動力很高 他就吃飽 他們就開始走來走去 他們會自己去翻土 去找蟲吃什麼的 負責養雞的是 土雞城第二代老闆 陳又良 平常照顧兩千隻賺錢不對 就想照顧情人 盡量投其所好 滿足需求 七八百隻左右 這一區 那因為我們平常 是兩區在 兩區到三區在養 正本清源 陳又良的土雞 內外兼具一等一 但有好的開始 只成功了一半 還得要有細膩手法 才不會抱舔天物 浪費好食材 一次要煮十二隻 因為它一次煮太多 我們那個雞的那個皮 容易破掉 所以我們都一次最多 煮十二隻 可是我們會一天 分很多次煮這樣 我們同時可以一次 煮六十隻 我們有五個爐子 很多客人心裡的疑問是 白斬雞說到底 不就是汆燙而已 怎麼這裡的 就是特別滋潤好吃 但其實答案 就在細節裡 底下那一層 有一層很像果凍的樣子 雞汁汆燙熟成之後 立刻送進大冷藏櫃 吹風冷卻 讓皮下的膠質凝結 肉汁所在雞肉組織裡 才不會在剁切的時候 留掉鮮甜精華 讓口感變柴 如果你白斬雞 用熱熱的去吃的話 就會 它的精華其實就會 留在盤子上面 茶葉燻雞如法泡製 多的只是用茶葉和蔗糖 焦化煙燻的過程 有些餐廳 他們是用防土雞 那防土雞 他們在於沒有 在另外在商區飼養過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肌肉 會比較油 它的那邊動 可能就會 較有那種油脂分布在那邊 就吃起來比較會怕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雞的問題 你沒有去好好細心去照顧它 它就是不會來了那麼好吃 而脆皮烤雞比照烤鴨做法 先淋上麥芽膏糖水 封烤後外皮才更加酥脆 也是醬心細節 出爐後一樣冷藏 吹涼十五分鐘 保留皮下膠質 也避免一直續烤保溫等客人 而留掉精華湯汁 客人一來馬上點 我們馬上就就是用熱油去回炸 稍微可能也是零表面 可能回炸下油鍋 只要五到十秒而已 就馬上就可以做 做給客人這樣 它就是變成 外面的皮是很酥的 陳佑良從高中時期 就開始在自家土基城 打工賺零用錢 跟著師傅做中學 也練就了一身廚藝功夫 就我們都是那種 比較肯做的 不怕苦的那種 喜歡工作啦 應該是算工作款 一天可以做那種十二個小時 到十六個小時這種 父親原本是山上的蘭花農 土基也是自家養著要吃的 蘭花園變成如今的土基城 其實是無心插柳的意外之作 朋友多嘛 那可能常常去 朋友聚會就去餐廳啊 我爸有講 那不然我自己開一間小假餐廳 可能一開始也只有三五桌這樣 那就是招待朋友來用餐這樣 蘭花後來就是比較有 它的價值有稍微崩盤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我們的職業 專職魚再餐廳 餐廳一開始由陳媽媽掌廚 客員都是父親熟識的同業和朋友 所以不太遛了 好手藝加上好食材 民生逐漸飄傳業界和山腳 在市場裡面算是有名的 就是我們都買最好的 最高階的讓客人吃起來 才可以吃到食物本身的鮮甜 燉雞湯用的山藥 還有川漆 紅菜等朝野菜 就地取材 跟山上的小農器做 陽明山的氣韵生動 全化成玻璃的豐盛 櫻花季 海域季 繡球花季 加上寒暑假 都是韜客上山打牙季的好理由 全年都是成家的賺錢忘記 口碑累積三十年 不只成了許多人 舌尖的陽明山印象 還贏得了米其林必比登的 推薦肯定 神秘客我們真的完全不 就是平常的服務上 菜色上面就是做好 更完美的監控 因為每一個客人 都可能是我們的神秘客 每個人都是秘密客 更準確的說法 是把每個人都當成是 藍花桶業自己的朋友 不願意漏氣 拿出誠意認真相待 即便在隱密的地方 也能鋪展成一方天地 內用四隻 好 哪位再一隻 中式上班日 往台中大坑風景區的東山路上 一早就飄傳濃烈的柴燒香 和烤雞的柚圓酥香 來內要有五隻喔 好 金黃的烤雞出爐小腾腾 還帶著一身油亮光澤 農鮮何度 挑起超客高漲的欲望 是台中美食界的當紅炸子雞 吃的時候它是整個紋路跟著起來 然後它吃起來就滑的啊 建議客人用手扒 手扒其實是最好吃的 台東來 台東來喔 台東來吃雞喔 對喔 外面咧 吃兩次了 雞就這樣 烤剛好 還沒太老 還有那些雞油 我們要把它攪下去 很香的 你們兩個都點什麼 現在八隻在烤就對了 要去掛火 吹著冷氣的外場 舌尖打得火熱 烤漆廚房裡溫度更飆迫50度 一爐四隻十個爐子火力全開 才應付得了上門品嘗美味奇蹟的客人 這還好而已 這還好 以前還會抽筋 以前汗流太多會掃鈉 還要一直喝鹽水 在夏天的時候 像那瀑布一樣都弄起來了 灰漢風作指揮全場的達人 黏維君 17年經驗 烤過的雞上百萬隻 月雞無數 選雞很挑剔 放山黑魚土雞 有上野外健身房 雞肉結石有韌性 三個月親手女 阿娜蜂魚是她的最愛 一兩次 母雞烤的時候 因為它本身肉 肉質就比較嫩一點 不會像風雞那樣 那樣長 都沒有材 所以它適合烤 烤的時候 油脂會比公雞多一點 所以它很適合烤起來 皮會變脆 一般烤雞烘烤前 得泡過青蔥中藥玉 或是肚子塞進九層塔等辛香料 但年威君獨孤一味 偏愛七葉蘭 讓它的烤雞 氣質清新脫俗 人家說七葉蘭有什麼蝦味 魚香 一點點 因為它還有加別的東西 所以它的味道不會很嚴重 我們等一下吃了蒜頭 我們也吃了腸 我覺得沒有 在一個產品裡面 沒有加入新的元素 我認為是比較沒有特色的東西 龍眼木質地堅硬 火源穩定 桃肉內溫度可以快速拉高 600到700度 是烤雞外酥內嫩的最大秘訣 它一定要把它的水分 掃起來才可以 包起來 那裡面湯汁它會留在裡面 外面的皮它會變脆 所以你溫度一定要不要 一定要控制高 烘烤過程中 噴灑中藥米酒 替機質保濕 從表皮的顏色判斷爐火溫度 水分抽太快的 換到相對低溫的爐翁 上色慢的就進高溫爐加速練功 林威君說這個步驟得手道 眼道心道 靠實作累積經驗 沒辦法SOP不能吃上檀兵 也因此17年來 他也只教會了7個員工主力 一陣冷風一直吹過來 鐵桃自然就冷掉了 冷掉它裡面溫度怎麼夠 不夠怎麼烤氣 硬烤 烤到變熟 所以湯汁已經留不住 桃王不一樣 經過火的加溫以後 現在就算沒有火 它裡面溫度還是存在 將近20年前 台中的市場和路邊攤 常常可以看到 小鐵桶烤製的湯阿雞 愛吃雞的林威君覺得 這個產品的改進空間很大 應該也有潛在市場 於是找老師傅 研究大小和形狀 訂製陶翁回家試做阿雞 一年犧牲了500隻雞 才有開店的自信 賺到我女兒跟我兒子都還有記憶 吃怕了 就叫我不要吃烤雞了 剛開始我們自己在烤的話自己吃 一心想要創業超有毅力 袁威君從小勵志做陶雞 出社會後從沒領過薪水 第一份工作就是跟家裡借錢 創業賣泡沫紅茶 在餐飲業衝刺多年眼光精準 在烤雞還沒像現在一樣風行的年代 就看重潛在實力 天性就比較喜歡冒險一點 郭泰銘他不出來創業 他今天不可能當老闆 17年前 林威君在現在的地點 從三張桌子開始試賣 沒想到一個月後 遇上921大地震 正亂了創業的步伐 常常一天烤三隻雞 收攤池一隻都沒賣出去 送去那個消防隊有職業班的請他們吃 派出所有職業班的請他們吃 不然沒有沒辦法 他們也吃到膩了 就拿去那個大樓的保全 半夜12點之後他們沒睡覺而已 沒有生意然後你又要支付地租啊 各種開銷啊 所以我那時候也蠻辛苦的 有時候不夠我要拿出來 放人可以提放人 會很灰心對不對 有時候會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是他又很堅持 所以我下班都還要來幫忙洗碗 在太太力挺之下 年薇君撐過了震災後 景氣最慘淡的兩年 加上分送出去的免費烤雞 也賺到不少口碑 成了帶路雞 讓年薇君走過低谷 在東山路上慢慢起雞 烤到整隻皮就金黃色的 脆脆的 那個油都滴下來了 那個皮一定是脆的 靠著口碑和網路宣傳 年薇君第三年開始 經濟展翅一飛沖天 生意好到 光是處理客人要求的分切工作 就做到職業傷害 他現在的工作 就是我以前的工作 我剛開始撿的時候 撿到那個 就是拿筷子會抖 然後筷子沒辦法 因為就是都傷害 然後要去打針 你看我兩隻手的形狀不一樣 從三桌做到七十桌 光是平日一天就要烤幾百隻雞 假日上千隻 也成了中部的安阿雞始祖店 眾家業者效法的指標店家 絕對是11家的 翁鋼機是中部 翁鋼機是我第一家的 你確定 確定 這個是我開送的 不是 我確定 應該問大家都知道 應該我們座部的 不會落桌 生意強強混 但年威君堅持不做宅配 只因為覺得冷凍後回溫的滋味 沒有店裡現吃的品質 不少人上門談加盟 也被他給婉拒 你也知道 很多連鎖的大公司 大品牌很多 他們通路都很穩定 他們要做這個很簡單 他們本身只有中央廚房 可是只要我不做連鎖店 不做中央廚房 他們永遠沒辦法跟我競爭 因為我都是現考的 不比大只比好 因為君和太太堅守在地 要吸引遊客為了烤雞 跑到大坑小地方 眼光很長遠 目標百年老店 你廚房不能趴的 對啊 要算錢你不能趴的 算錢 不能怕手指痛 眼光看準 想做的事堅持到底 夫妻攜手 共苦同甘 靠著毅力烤雞起雞 要繼續擔財烈火燃燒熱情 回旱賺錢 超過幾度 五六十跑不了 騎不一步 大家可以騎到 半點鐘 四十點鐘 爐州中山二路 轉角三家湯 烤雞達人 盧士玄 正汗如雨下 努力烤雞 也考驗耐心毅力 十二個烤爐 外加一個大桶 火力全開 每一爐三百度高溫 得要夠逃跨背 才有完美的 骨銅金黃膚色 二十五分鐘 要一分不差 過雨不急 雞都會壞了雞汁的色澤與口感 雞肉的油脂被熱力逼出 在空氣中流竄 只要經過吳士玄的店面 即便在對街 也很難抗拒這誘人迷魂香 每天免費乒乓 是鄰居們最大的定力修行 雞肉的油脂 真的這樣走給米味出來 雞的味 烤雞的香味 不只在地飄香 吳士玄的烤雞香氣 更飄出爐洲 吸引了眾多老饕 上門嘗鮮打牙記 筍指直說 美味 雞香肉我們吃看看 來 請吃我們的雞香肉 一般你們吃的雞香肉 不像這樣 地水 真的是超好吃 我來這邊已經來了好多次了 就是吃不膩 對 吃不膩 就是太好吃了 我們才會一直過來的 讓愛吃雞的行家 專程從中和沙到爐洲 吳士玄的夯雞有玄雞 放山土雞 出身無污染的後山台東 跑山健將 頭好壯壯 肌肉發達 體脂率低 1.8公斤 標準體重 濃鮮合度 是吳士玄叫雞的第一選擇 CAS電載衛生有保障 每天現在低溫冷藏 隔天送到吳士玄的廚房裡 我個人推薦的話是母雞肉質 會比較好吃 對 因為它的油花比較均勻 肉質比較甜 急凍雞退冰回溫之後 接著進行醃漬步驟 有別於一般烤雞店家 常用的泡澡式醃漬 吳士玄偏好推拿式的乾醃法 替雞汁做按摩 讓全身放鬆舒暢 更討客人歡心 你看我都往上 不一定跑 一直上 因為它毛細孔是往下 它的毛是往下 所以我們要把鹽巴跟香粉 把它推進那個毛細孔裡面 肉裡面才會有味道 鹽子粉料用胡椒 甘草 黑胡椒 小茴香 八角 桂皮 還有獨家配方 抹粉混製而成 讓雞汁沾染淡雅的中藥薰香 是吳士玄特愛的婚禮 而愛吃辣的人還有特製款 墨西哥魔鬼椒當醃料 保證辣到海半天 朝天椒大概二十幾萬度 這個是一百二十萬度 你想想看 它的辣度到哪邊去 除了原味 店裡的招牌就是甘蔗雞 蒜頭雞 滿滿的甘蔗 蒜頭 讓吳士玄的雞 肚子超級有料 不草包 另外酸酸甜甜的鳳梨雞 則是炎炎夏天的清爽選擇 白人的甘蔗雞中藍 你沒有看過甘蔗雞裡面 有塞甘蔗的 蔗糖燻烤的出來的成品而已 一般業者在做的都是 湯品的蒜頭雞 烤的應該是還沒有 現在是知名的烤雞達人 擁有六家分店 每天賣出的烤雞上千隻 收入可觀 但其實遠遠比不上 年輕時賺的鈔票 不愛念書的吳士玄 國中畢業後就出社會賺錢 二十出頭做過大家樂組頭 走私香菸在夜市做賭博攤位 常常一個晚上賺幾十萬元 炭錢跟炭水 花錢也一樣如流水 我說得聽不 我們家裡差不多有七個 那些烤雞 那些烤雞 全都烤雞 那些就一百 沒在放那些烤雞 旁門左道很會賺錢 爸爸媽媽看得驚心動魄 屢屢勸他走回正道 但錢這麼好賺 哪裡說得動兒子回頭是岸 總是小四月的時候 我外面拉賺的 早前有餐廳 餐廳中我母子兒 我母子也去簽 都去做讓人兩人便 所以說 很難看 最誇張的故事情節是 三十歲左右 投資健檢醫院施利 欠下千萬債務 吳士玄狗急跳牆竟然硬假鈔花用 董床事發判刑十多年 在獄中天天面壁思過 失望透頂的老爸 沒有去面會任何一次 吳士璇才幡然悔悟過往的荒唐 打電話向父親認錯懺悔 一樣的話 我講他 你也去我 我都在說 叫我孤身體 就問我當時可以當時報價值 我很想去 跟他的手 假釋的那天吳士璇急急切切的回家 計畫要給老爸爸大大的擁抱 告訴爸爸讓子要重新做人 讓他在親友面前能夠抬得起頭 沒想到連最後一面都沒見著 只剩下一照一張 讓40歲的大男人徹底崩潰 腳靠手靠 靠靠靠靠靠靠 大家也要來看 還有那個長民 我怕說 我懷疑他沒有面子 我煩惱他去 剛才跟他去那裡說我生事 我已經認識一個老公子 不可以認識我這個兒子 我說我無事 我無事 他們剛才那裡就說媽媽不願意坐 他也是怕 我不怕 怕在我 怕這麼想就這樣坐 年輕人想得不夠 老爸爸不在了 吳士玄謹守自己內心對父親的承諾 要改頭換面 腳踏實地 承擔起一家的責任 但更生人的身份讓他找工作四處碰壁 灰心不已 那時想起媽媽結婚之前 曾經在雲林賣過湯仔雞 於是向母親請教 加上自己摸索研究試做 用爸爸留下的戒指變現 租下簡陋的鐵皮屋賣湯仔雞 開始他的第二人生 差不多五百匙 五百匙 做五百匙叫現在的味道 有 那五百匙來哪裡吃 自己吃 自己吃 每天就是自己吃 我們家每天吃雞吃到 看得雞的雞 聰明材質用在正軌 用真材實料把烤雞 做到饕客認可的第一名 吳士玄 煎丹一家子 用雙手證明自己也有存在的價值 員工大多都是跟他一樣的更生人 六家分店不收加盟金 只為了讓同樣走過其路的浪子 找到回頭的助力 因為我帶她母親一句話 她說你如果現在有年齡 你甘加一個 減一個老婆的老婆 曾經踩錯步伐 連向老爸爸證明自己的機會都沒有 吳士玄如今更加珍惜 腳踏實地打拼十年得到的成績 她說賺錢不是最主要的追求 讓媽媽能夠放心依靠 才是最大的目標 人生四十帶著疑惑開始重生 五十之天命還有社會責任 浪子烤雞有淚水當佐料 吳士玄走過方堂歲月 手底奇蹟有深刻滋味 熱氣蒸騰烤雞陸續出爐 四百度高溫外表一片金黃酥脆 等到雞肉拔開又換成是味覺之旅 金黃酥脆的烤雞一天要賣出三四百隻 細送平常 也訓練出烤手們 只要烤雞一離開爐火 就要和時間賽跑 以前在八秒鐘 現在可能差不多 你拿馬表給他計時一下 大約不會超過一分鐘 為什麼他現在比較慢 可能他現在比較不勤勞了吧 美味不行慢吞吞 香氣必須被封存 七秒鐘就得把餐盤鋪得滿滿滿 再放上香噴噴雞油 以及胡椒鹽 立刻就上桌 肉質比較好 肉質 那要怎麼吃雞油 好 聽說那關係吃雞的嘛 對… 你吃我多吃 對 它變厚 變厚 對 它變厚 很厚 上季的時候 到客人那邊還會燙 哇 燙 燙 對 那個感覺 做生意是藉口啦 順便才是… 才是… 來品嘗它的烤雞 對… 不管是中午或是晚餐時段 七十個大桌 經常是桌桌客滿 許多人都是一吃再吃 再帶一桌子朋友來 你們的烤雞 還沒來啊 還沒來啊 來不及上 等吃第二次的結果再跟你講 真的是一有未盡 雞肉鮮甜又多汁 好可上門 很多都是跟著福哥開店的腳步 從陽明山北投追到屋來 再巡香來到礁溪 百公里路程 有著福哥二十多年的烤雞經驗 技術就是… 什麼時候要用多大的火 什麼時候要用燒火 可以跟這隻雞工這個好吃 一路走來去無存精 也才能走到今天爐火澄清的地步 而關鍵也是已經絕版的搖烤爐 是讓它行走江湖的葵花寶典 七岸的酒頭第一點會耐熱 會當清幾度一直把它修好 像這個酒頭來說 在我手裡大概已經二十幾年 藥也沒有了 不得拿 猶如神秘石的北投齊里岸石 其實是沉積岩的一種 內含龜元素 因為可以耐高溫 因此經常被用來做熔爐保護層 福哥說 當年是一位老師傅指點他 他也才學會 利用祈禮岸石來造謠 一直到現在 都很感恩這位生命中的貴人 敲石樓就敲半年 那時候這樣 做個幾個人都好像黑人 那時候是 那是算最辛苦的地方 來來來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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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烤雞要好吃 火力也是關鍵 因此用的木材就大有學問 不像一般烤雞店 主打龍眼木當柴燒 凡是每五天 就從羅東 再來一整車的木材當炭火 好 這車大概要多少錢 那我兩... 現在是兩... 比較貴兩千塊 兩千塊 兩千塊大約這些 我可以燒... 差不多 差不多 五天啊 五天到一個禮拜 對 對 我來 待會兒... 你兩塊喔 好 來 像這個木頭很香 什麼味道 沒有聞到 很香 很香 紅木做成家具後 切個留下的邊邊角角 就被福根買來 當作柴燃燒 他說用紅木條不僅成本降低 創造的火力還更加猛烈 因為我這隻雞沒有剩... 那個... 它的火沒有去燒到雞 所以你用什麼木頭 都無所謂 農園木是比較硬 但是它的火沒有那麼嚴 我可以放五雞、六雞、一個雞 我的火可以很嚴 我很嚴之後 跟人們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的雞腿會疏 這是我的習慣 於是猛烈的火勢 就透過石頭導熱 把烤爐溫度升到250度 雞肉先在這爐裡面烤熟 然後再放到400度的爐子裡 將外表烤酥 過程中完全不刷醬料 要挑戰雞肉的鮮甜度 雞我們已經養了六個月了 所以你無必要加人物的配料 就像素養 那就很好吃了 二十多年來 我們就減肥像素養 那就很好吃了 我們要這麼健康 雞肉新鮮 就不需要過度烹調 這是福哥從事餐飲以來 堅守的原則 雞汁都是來自台東池上 每天凌晨 再來宜蘭屠宰後 就進到店裡 因此都適用溫體肌 而非冷凍肌 對食材來源非常講究 因為這位雞博士 其實從小就開始接觸養雞事業 但卻是既愛又恨 你養雞養到一個要大隻 要不可以賣的時 風胎來 扶一下 連電腦都抬起了 現在就要從零開始了 從零成績有多少錢 那一隻 大隻也死 小隻也死 都死了 颱風掃過 兩三萬隻的雞就飛走了 一損失就是四五百萬 不想命運再被颱風牽著走 於是三十歲 結束了台東的一切 來到台北 身分就從雞農搖身一遍 成了烤雞達人 跟著老師傅 學會了造謠技術以後 就在行義路 利用漂流木蓋起餐廳 這個漂流木 給我做成卡拉OK 差不多三十片 那個漂流木做出來的 卡拉OK真的 大家無路 很快的烤雞鄉 就在溫泉鄉蔓延開來 當時生意好到 每天都大排長龍 但人紅跟著是非多 地處為健 市府一陣雷厲掃蕩 又幾乎把他打回原形 我去台東帶雞 然後那時候 有一條法令 叫做 急爆急差 我人家又在台東帶雞回來了 我來人觀光卡電話 啊 老闆老闆人要來拖廁了 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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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一個回來了 整個都是拼 它就很簡單 要怎樣四個條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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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怪獸掃過 店面都移為平地 結果身材命脈 三個搖烤爐 竟然還直挺挺地站著 因此 身性樂觀的福哥 頂著大太陽 繼續做著生意 死中的顧客就撐著傘 等著他的烤雞再次出爐 像是遊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 而福哥是逐溫泉而居 後來在烏來 又尋到一處落腳地 這一次位置是合法的 只是規模縮小到 只剩十幾座 當然的 沒有那麼容易跌倒 如果我告訴我 如果叫我聽到去 要做了 要回來了 我回到大廠市街 也沒有今天 所以這是我的任性 我煮的困難 是越困難 我越來越越 是要跟他開口 不像命運低頭 行業路開業十三年 呼來兩年 直到血碎開通 焦溪出現了第一家烤雞店 他不服輸的性格 又被激起 於是又來到第三個溫泉鄉開店 我的雞這麼好吃 沒有所在好味 我這個人就是要挑戰 我就沒有相信 我做不行的 因為我堅持我的問題才好吃 而且我客家經驗又這麼久 一個就想到 好 再拚看看 這一次的規模變得更大 三個搖烤爐 應付起七十多桌的大廠 舊與新知不斷報導 別人是賺新客數 他在家賺回頭客 這我做的干貝芋頭糕 來到礁溪 為了讓客人也能品嘗 家鄉的古早味 特別和池上一位阿婆 學做芋頭糕 有年輕人他就做芋頭糕 做到這裏 他做到芋頭糕 Q又好吃 我為了要給這個工夫 我給他包一包包給他 去 十幾年前一萬二塊 一萬二千塊給我 他歪小了 阿婆的芋頭糕好吃 但他總嫌少了一味 於是將他改良 讓海味進到山針裡 除了乾的干貝外 還將干貝破水打碎 最後和蝦米油蔥混合 蒸過以後再經過油炸 入口既能咬到芋頭快 還能嘗到干貝的鮮甜 口感層次豐富 因此干貝芋頭糕 成了烤雞之外的招牌料理 另外每次烤雞出爐後 滴下的雞汁 就會加入綜合菜湯裡 做成宜蘭名菜西滷肉 用這個高湯來做出這個西滷肉 那個味道會特別的好吃 大白菜 香菇經過雞高湯熬過 再加入大量炸的金黃的蛋酥 像是石井根的西滷肉 對老一輩的宜蘭人來說 是道具有特殊情感的料理 外傳是早期人家 為了讓半桌菜色更加豐富 於是將家裡能找到的配料 都切成絲 勾芡成根 叫做中和的 中和的日語叫做西滷肉 極其頻繁 卻聚雞情意的一道菜 如今成為宜蘭人 團圓桌上必有的彩色 年紀六十的福哥 離開池上家鄉 在溫泉鄉打拼也超過二十年 一股拼勁和紮實做工 終於烤熟的雞不再被風吹走了 我說第二名要找第一名 真正 第一名是誰 還沒看到 宜蘭礁溪路著名的烤雞一條街 經過這裡鼻子很南部 聞雞起舞 對蔣雞催促著上菜速度 烤雞店老闆理財富家族火力 而讓雞汁披上黃金戰袍 搶酌新台幣 路子內一隻隻的當紅炸子雞 圍著紅彤彤的木炭做解脂課程 雞油被逼出體內滋滋作響 等到染上一身金黃就可以出場見客 供演香燕 辣雞 雞琴戲 雞腿肉特別嫩 還滿多汁的 不會很乾 也不會很老 很好吃 脆脆嫩嫩的很好吃 我們每次來宜蘭都會來這邊吃 真的假的 對啊 每次都幾次了 肉很鮮嫩 然後又多雞 然後吃起來就口感很好 給100分 100分的烤雞前一天就開始在 李財富的後廠廚房裡做功課 合格電載廠送來的雞汁 要先汆燙 盡身去血水 鋼 平常是5、6、6、6 比較大隻就算了 然後要去吃 李財富叫雞 標準很嚴格 體態要濃些核度 環肥厭壽都不能入選 還重男輕女大搞性別歧視 三斤半至三斤十 因為這個雞層最好吃的 這都是雞爪 吃雞爪 雞爪吃起來採採採的 雞爪吃起來流流流的 競爭完畢接著要做中藥玉 沾染氣質換上一身燻香 花椒 三斤蔥和枸杞 還有八角 我們裡面有幾十種花頭和中藥材 隔夜浸泡八小時 就可以準備赴湯到火 接受考驗 不過上陣前還得填飽肚子 坐至有料機 獨家秘方 這叫什麼 這對我又不說 你沒有工程做人家吃 不會啦... 這我以前吃兩年了 如果我這裡吃過 只要來吃過 他就不會再跑了 因為他會覺得這個香味 他吸收掉了 吃過就不會再跑了 你這不是大嗎 沒有啦 不可能 野外摘來的香草植物 撒上胡椒粉 多層次香氣 讓雞汁滿腹精淪 這是李財富能夠在烤雞 一級戰區 累積財富的最大獨家秘方 怎麼烤雞什麼 都是他們教的 真的 真的... 李財富說的他其實大有來頭 不是一般人 而是店裡供奉的官聖帝君 獨信關公的李財富 當雞童替神明服飾已經二十多年 原本是瓦斯行老闆 不過因為瓦斯筒 逐漸超過使用期限 重新構置費用不小 瓦斯行被迫關門 生活陷入困境 於是興起轉業的念頭 看中礁溪路的人氣 開店賣烤乳豬 希望能夠分一杯羹 瓦斯行老闆 就是說跟我們講說 為什麼我們逆天而行 逆天你走 為什麼這條雞 大家... 大家... 都不會雞 為什麼我們等待我們 你不會靠下去 果然李財富在烤雞街 賣烤豬的逆項操作 生意許久沒有起色 讓他一度埋怨 為何他信仰的萬能的神明 對他沒有特別照顧 體驗挫折之後 李財富夢裡又遇見了關公 醒來之後 趁著記憶猶新 立刻把天上掉下來的秘方做法 按表操客磨練關公期 開始的時候 都烤不好時 也拍了很多雞條 最初沒有 還有烤有五六百個 因為每一天都烤幾十個... 關公的獨家兩階段烤法 第一次進爐子 一百二十度二十分鐘 利用燜燒方式烤三分熟 這兩次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 把外皮先烤好 烤好熟起來 熟起來的時候 它會把我們的湯汁 都鎖住在裡面 還把我們的裡面的花草 它裡面的花草的時候 把我們的花香都散播在裡面 肉汁裡面 然後放涼 等客人叫機點台 再上一次烤爐 六百度高溫烈焰 十分鐘烤到外皮酥脆 速度快又堅固 肉質細嫩度 油亮油亮 金黃金黃 像這一隻它已經... 已經OK了 等到全身散發耀眼光澤 就可以飛上餐盤變鳳凰 好吃的關公雞一年狂賣三十萬隻 加上品項比別人多的熱炒 讓理財富在短短五百公尺 又有七八家烤雞店的交溪路 穩坐烤雞二個位子 店面就在第一名店家的正對面 抓緊老二哲學 烤雞王的寶座 雖不中亦不願意 有神奇的指引加上雙手努力 理財富的關公機 增添茶餘飯後的話題佐料 接下來他計畫 要在全國各縣市各開一間分店 用碳火蒸發汗水 繼續創造財富奇蹟